审券这个金牌拿的意料之中,也意料之外,所有人都没想过他可以用五个月的时间来填满这四年的空白。 但是,拼也是真的拼,学业训练两头跑,连顾下都看出来,问林雨晶,你们家状元,最近是不是瘦了? 这个大学生世锦赛虽然知名度不高,但还是会有很多教练和团队关注,跟团过来的体育周刊就两家。 审券这种颜值在线业务能力过硬的新生代实力小将是最容易制造话题度,掀起迷媚狂潮的。 赛后,同行的体育杂志记者小姐姐拉着他做了个采访。 审券之前已经做过了简单的几句话采访,这次这个试格不是特别正式的,趋近于专栏采访,带点娱乐性质, 小记者看着二十岁出头,应该大学刚毕业也没多久,甚至问问题的时候还有些紧张。 沈老板王爷似的大咧咧地长着腿,靠近休息室椅子里,抬了抬手, 甚至还好脾气地安抚起他来了,没事,你有什么就问什么,放轻松,不用紧张,要不要喝点水休息一下? 非常体贴。 小记者深吸口气,平静下来开始提问,问题都比较常规, 审券三两句回答了,并且对自己的答案非常满意。 比如,记者,你觉得在训练过程中给你最大动力和支持的人是谁? 审券平静道,我女朋友。 记者,你现在最想感谢的人是谁? 审券诞声说,我女朋友。 记者,记者决定放弃所有关于谁的提问, 他垂头,迅速扫过面前本子上列出来的一个个问题, 跳了三四个,才终于找到了一个。 记者欣喜地问,你这次成绩亮眼, 九月份的市锦赛会争取名额参加吗? 审券看了他一眼,像是完全明白他在想什么, 勾纯,不一定,我问问我女朋友。 你是不是一句话都离不开你女朋友? 你秀个屁秀啊。 记者已经放弃了,麻木地继续问, 你曾经在进省队的时候放弃了射击, 四年没有再接触过训练, 是什么让你重新回到曾经的战场? 毕竟四年的空白,几乎是一个运动员所有的黄金时间。 他本来以为下一秒,审券就会说是我女朋友。 但是这次没有,男人后养了养身子,抬眼, 似乎是思考了一会儿,才语气认真,慢调思理地说, 我师弟劝我回来的时候曾经说, 他觉得是我的话,就算空白这几年, 回来是不是也可以争取一下拿个奖牌什么? 他一笑,这话我当时听着有点不舒服, 所以我来纠正一下他的话。 只要我站在这儿,金牌只能是我的。 荣怀问他,你都没上去看过,就不再上去了,你甘心吗? 审券当时说,没有什么好不甘心的。 那是假话,怎么可能甘心? 谁又没做过义气风发,先一怒马的梦, 他少年狂气,天赋极佳,从最高处一把被人拉进深渊, 附上枷锁,将光芒严严实实地沉下去。 这怎么会甘心? 他甚至怨过骆青河, 审券自觉自己从没畏惧过逃避过什么, 无论遇到什么事情, 券也都是所向披靡的, 唯独在骆青河这件事上, 他的勇气和坚持, 全部都是林雨晶一片一片帮他重新捡起来, 然后拼凑到一起去的。 林雨晶说他当时应该更勇敢一点, 审券却觉得自己远没有他勇敢。 采访的最后, 记者笑着开始搞事情了, 一直听你不停地提起女朋友, 看得出你们感情非常好, 她是你的最爱吗? 我是指除了家人以外所有的。 她开玩笑道, 这个世界上所有人合适, 包括射击和玛丽莲梦露。 审券垂下头, 很淡地笑了下, 和采访到现在所有的笑都不同, 她唇角缓慢又自然地, 一点一点翘起, 眼神温和而宠溺, 那一刻, 桀骜不驯的雄狮变成了一头温柔的野兽。 不是, 审券笑着低声说, 她就是我的全世界。 后来, 这篇专栏的内容和视频被放出去, 这本不太红的体育周刊杂志, 当月销量直接翻了一番, 小蘑菇嗷嗷叫着, 把自己的扣扣微信, ins, 微博所有的签名都改成了 她就是我的全世界, 并且每天乐此不疲地跟顾夏演戏。 小蘑菇深情款款, 她比顾夏要矮上一截, 仰着脑袋看着她, 宝, 我和射击你更爱哪个? 我是你全世界最爱吗? 顾夏也闲得慌, 愿意配合着她, 不是, 你就是我的全世界。 林语精从最开始的尴尬羞耻到哭笑不得到后来, 直接面无表情地随手从桌上抓了包零食, 丢过去, 能歇歇骂你们俩? 一个礼拜后, 沈卷从多伦多回来, 她回来的那天晚上, 林只来找了林语精。 沈卷晚上九点落地, 林语精是准备去接的, 看了眼时间, 也还来得及。 地点还是林只选的, 一家新开业的私房素食馆, 不大, 一共只设六张桌子, 环境清幽, 禅意明明。 两个人上次直接不欢而散, 闹到这种程度, 林只也依然沉得住气, 开场三句话是她的老三样, 就像是没事情发生过一样。 林语精和她比起来, 到底还是太嫩了点。 她不行, 她浑身上下都难受, 她不知道这是不是林只在商场这么多年养成的习惯, 但是这种, 对方你不说我就假装我们之间没有矛盾存在的态度, 让她极其不舒服。 然后一旦她先开了口, 主动拳就掌握在林只手里, 节奏完全被她拿捏着来。 沈卷九点下飞机, 林语精地提前一个小时往机场走, 她不想浪费时间, 加了快速机不紧不慢地吃完, 放下筷子抬起头来, 我知道过年的时候, 沈卷冒犯您了, 您今天是来兴师问罪, 还是在提醒我一次, 没人会爱我, 随便吧, 都可以, 您也别憋着了, 有话直说。 林只看了她一眼, 也放下筷子, 捏起旁边的纸巾, 我没打算兴师问罪, 她跟我道过歉了, 我也没有跟小孩计较这个的时间。 这事沈卷也没跟她说过, 林语精很快反应过来, 露出一个短暂的笑容, 是啊, 你一直忙。 林指她单手撑着脑袋, 指尖轻轻揉了揉, 我年前联系了认识的朋友, 本来打算把你送去美国留学。 林语精用两秒, 消化, 然后人差点蹦起来, 什么意思? 就是我打算把你强行送出去, 已经联系了学校。 林指说, 林语精能感觉到自己手指发僵, 指尖冰凉的, 但是脑子里却异常地平静, 思路意外清晰。 劝您别浪费这个精力了, 林语精平静地看着她, 您觉得我还会像高中的时候那样, 说走就走吗? 就算您把我送到天涯海角我, 也会回来。 所以, 林指说, 我放弃了, 这件事我以后不管了。 林语精愣了愣, 你18岁了, 不是小孩子, 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 已经在帮着你爷爷处理公司的事。 林指风轻云淡地说, 你性子降, 你有自己的想法和坚持, 我说服不了你, 我在工作上每天跟人斗得够累了, 也没什么精力和必要跟你一直斗下去, 闹成这样, 谁都不好看, 你毕竟是林家的孩子, 是我女儿。 林语精都没反应过来, 她是带着满满的战斗欲望来的, 甚至脑子里都打好了草稿, 要怎么说了? 就是说, 你不反对了。 是, 林指放下纸巾, 继续道, 但我依然不觉得男人可靠, 感情一定会变, 没有什么爱情的保质期是一辈子。 我不赞成, 但我不管了, 很多事情, 时间和现实以后都会让你明白, 我说的是对的。 林语精明白了, 没有什么能够说服她, 林指的骄傲, 让她无法低头服软, 让她永远不可能被说服, 永远都不会承认自己是错的。 无论她是不是觉得自己错了, 她都不会承认。 林语精不在乎这个, 随便吧。 就像她说的, 时间和现实以后会证明一切。 这顿饭吃得比林语精想象中 要更风平浪静, 结束之前, 林指沉默地看着她站起来, 没马上动, 只叹了口气, 声音里有疲惫, 也有茫然, 无论你相信还是不信, 小雨, 妈妈把你从你爸那儿接回来, 是想对你好的, 我也尽力在做我觉得对你好的事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事情会变成现在这样。 林语惊动做一顿, 她捏着外套扣子的手指紧了紧, 转过身来, 我相信您是想对我好的, 但是妈, 有些事情是没办法弥补的, 时间过去了, 就永远都找不回来了。 我两岁的时候, 想要一根棉花糖, 想去游乐园, 想让我的父母看我一眼, 想让妈妈抽出哪怕十分钟的时间陪陪我, 给我讲的睡前故事, 哄我睡觉, 没人给我, 没人看得到我。 林语精肩膀塌了她, 眼神安静地看着她, 现在我快二十岁了, 我还会想要吗? 沈卷的飞机误了机, 林语精等得整个人都念巴了, 去星爸爸要了杯拿铁, 蓄了三次杯, 跑了两三次厕所。 最后, 星巴克那个小姐姐, 看着她的眼神都充满了内涵了, 林语精仿佛看到她写在脸上的 你要不要这么穷。 沈卷还没出来, 林语精没好意思再坐下去, 靠在机场柱子上等。 沈卷晚了两个小时, 又提取行李, 快十二点, 一行人才风风火火地出来。 他们人多, 又都穿着国家代表队队服, 非常惹眼, 一出来, 林语精就看见了沈卷。 她走最后一排, 和旁边的一个女生正在说话, 那女生不知道说了些什么, 沈卷淡淡笑了一下, 两人身上一模一样的队服, 此时看起来像是情侣装似的。 嗯,嗯嗯。 林语精直了直身子, 没马上走过去, 看着她出来, 抬起头, 四下扫了一圈。 林语精站的那个位置正对着出口, 沈卷一眼看见她, 拖着箱子, 脚步顿了顿。 那女生也跟着停了, 站在她旁边, 说了句什么。 林语精眼睛一眯, 表情很危险。 沈卷大概是看清了她的表情, 忽然笑了。 那女孩愣了愣, 顺着她的视线看过去, 看见那边站着的林语精。 林语精也不动了, 她重新靠回到柱子上, 没什么表情地看着她, 跟沈卷待在一起久了。 她把她的这个姿势学了个时成时, 微扬着下巴, 神情淡漠慵懒。 像个高傲的女王, 脸上写满了我不过去接你, 你自己滚过来。 沈卷心情很好地勾着唇, 走过去跟领队的教练打了声招呼, 韩教练, 放我不吃了, 就先走了。 沈卷是这次比赛的主力, 占C位的, 韩教练当然不答应放人, 沈卷笑笑, 扬了扬下巴, 家属等得急, 不高兴了, 我得哄哄。 韩教练都愣了, 实在没有办法把这个平时脸上 写满了你们都是 我孙子这届对手为什么这么踩, 的人和此时说着我得哄哄地他联系起来。 不过这次比赛, 尤其是采访过后, 所有人都知道了, 平时屌得飞起来的大魔王 其实是个女朋友, 及全世界的恋爱脑, 对这个能驯服大魔王的传说中的女人 充满了好奇。 韩教练顺着看过去, 看见那边站着的林雨晶, 也不能多说什么, 人家属重要, 还是和队友吃个饭重要, 赶紧就放了。 神卷拖着箱子, 无视身后一帮人乱七八糟地议论着不知道些什么, 大步走过去, 站定, 垂着头。 然后他将行李立在一边, 抬手, 抱住了眼前的姑娘, 扣着他脑袋, 蹬进自己怀里。 后边围着看戏的某女队员, 熬得叫唤了一嗓子, 猛拍猪师姐大腿, 咋回事啊? 魔王谈起恋爱来, 画风和平时不一样啊。 他一边拍, 一边目不转睛地看着, 那边小姑娘都没回报他, 从他怀里钻出来, 依然一脸冷淡的样子, 说了些什么? 沈卷抬手揉了揉他的脑袋, 小姑娘高冷地拍掉他的手, 转身就往外走。 沈卷略有些无奈, 拉着行李快步跟上去。 另一个女队员嘖嘖两声, 这是沈卷? 这简直像是换了个人格。 换了个人格? 猪师姐老神在在, 一副很懂的样子, 沈卷在他老婆面前根本就没有人格。 荣淮叹了口气,摇头, 心到我以后找了女朋友, 可不能像师哥这样。 没有人格的沈卷, 此时刚跟女朋友上了车, 他的车停在了机场停车场, 沈卷将行李放在后面, 上车, 林雨晶人刚坐上副驾驶, 安全带还没等扣上, 被人粗暴地一把拽过来, 摁着他脑袋吻上去。 林雨晶眼睛都没来得及闭, 看见他的睫毛垂下去, 唇齿间动作激烈地吻他, 卷得他舌根发麻。 他闷了一声, 抵着他往后退了点。 沈卷手摁着他腰, 把人抵回来, 不让他动, 手指顺着脊背凹进去的线往下, 蹭着腰窝, 撩起一摆。 林雨晶一抖, 推他, 你饿死鬼脱生的。 他垂眼, 看着他胸前, 手指动作, 他被他揉得发软, 黏黏呼呼地往他身上靠, 发出细细的声音, 小猫似的。 他勾唇, 亲着他耳尖低声说, 这么舒服吗? 林雨晶耳朵瞬间通红, 沈卷, 闭嘴, 你闭嘴。 沈卷笑笑, 放下一杯把他抱过来, 让他坐在自己身上, 林雨晶惊慌地往回爬。 黑暗里瞪着他, 哎, 你能不能正经点, 差不多得了, 你还想干什么? 干点不正经的, 沈卷拍拍自己的大腿, 哄着他, 自己坐上来, 乖乖地, 哥哥让你舒服。 林雨晶无语了, 就等到回家是能憋死你吗? 沈卷回来当天晚上, 变着花样逼着他坦白了, 这几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林雨晶刚开始不想说, 他像一个革命女战士一样, 饱受摧残, 两个小时后终于抛洒着热泪, 挥舞白旗投降, 一五一时把在工作室里看见的东西, 全都招了。 沈卷听完, 沉默着没说话, 只垂头咬着他脖子填吻。 完事儿以后, 他抱着他, 林雨晶微扬了扬头, 倦爷, 问你个问题。 嗯, 他声音带着浓重鼻腔, 懒散微哑。 你去了淮城那么多次, 看见过我吗? 沈卷诞生, 没有。 那你还去干什么? 林雨晶问。 沈卷抬手, 指尖绕着他的头发, 从中间划到发梢, 粘在指腹, 扮上, 他才开口, 不知道, 就想看看。 看太阳头能看见的天空, 踩他踩着的地面。 听着一强之隔地方, 他听着的铃声响起又停下, 操场上吵闹欢笑, 又渐渐安静。 每次过去发上一会儿呆, 他就能踏实一段时间, 然后继续干自己该干的事。 沈卷说, 我当时什么都没了, 我只剩下你。 林雨晶鼻尖发酸。 他仰起头来, 捧着他的脸, 你还有家人, 我才是什么都没了。 他想起林指今天说的话, 想起他疲惫又迷茫的语气和眼神, 红着眼睛慢吞吞地重复。 沈卷, 我什么都没了, 我只剩下你。 沈卷拉过他的手拽下去, 垂头亲了亲他的头发, 你有我就什么都有了。 四月中旬, 沈奶奶大寿, 还特地亲自给林雨晶发了个扣扣。 老太太打了一堆乱码, 后来放弃了, 可能谁教他用了语音, 他发了长长的一段语音过来, 要林雨晶一定到场, 必须到场。 后边又补充了一句发过来, 沈卷可以不来, 你们加来一个人就够了。 最后给他发了个表情包, 轻松熊的, 还挺萌。 林雨晶一直不知道, 沈奶奶这么潮的老太太, 为什么有沈卷这种性格的孙子。 他哥沈兰, 跟他性格也完全不一样, 直到他看见了沈家爷爷。 老爷子精神头很足, 据说因为偶像是张大千, 特地留了一把胡子, 其实就小小一留, 还被沈奶奶找了个红色的带小粉花的皮尖, 给扎起来了。 整个人的气场冷漠又严肃, 配上胡子上扎着的粉色小头花, 这潮流前线的造型, 当场直接就把林雨晶给震住了。 晚上临走前, 林雨晶被沈爷爷叫上了楼, 穿过长廊走到书房里, 从角落架子上抽了符画, 强行塞给他了。 塞之前还特地强调了好几遍, 复报时知道吗? 林雨晶点点头。 老爷子露出了今天晚上第一个笑来, 乐呵呵往画轴上一指, 真记, 真的, 和那些个假货可不一样? 林雨晶总觉得, 老爷子在暗示沈娟之前八位数拍了个假的回来这事。 他连忙点头, 拍马屁这事他最会了, 您放心, 我拿回去天天给沈娟挂床头, 每天逼着他欣赏二十分钟, 每周写一篇八百字的赏话, 心得感悟。 沈老爷子的眼神有些惊喜, 手一抬, 你这法子还挺好。 回去的路上, 林雨晶把这件事和沈娟说了, 笑得靠在车窗上。 沈娟瞥了他一眼, 好笑地吃了一声, 抬手捏了捏他的脸, 傻子。 林雨晶还是笑, 笑得脸和眼睛都发酸。 沈娟特地每次回老宅都带着他, 他一来, 沈奶奶就拉着他的手跟他说话。 沈兰从国外回来一堆礼物, 堂姐看上个包, 跟他要, 沈兰就笑眯眯说一句, 这个可不能给你, 给咱弟妹买的, 要么你跟阿隽打一架。 他们都对他好, 好的就像已经是一家人了, 是他的哥哥, 他的奶奶。 他明白了他的意思, 你有我就什么都有了。 这年的春天很长, 夏天近的晚, 林雨晶一直研究着 他的纹身要弄个什么花样, 可惜没什么结果。 他还特地发了个朋友圈咨询, 林雨晶好久没怎么刷过朋友圈, 不刷不知道, 一刷吓了一跳, 满屏都是何松南。 何松南, 我女朋友真可爱。 何松南, 给女朋友买衣服都得去童装区。 何松南, 今天给我家小如意抓的。 何松南, 祝你事事如意。 最后, 这条有照片, 小棉花糖手里 拿着一盒章鱼烧, 嘴巴里还塞着一个, 塞帮子鼓鼓囊囊的, 瞪着大眼睛, 茫然地看着镜头。 小姑娘看着还是那么丁点高, 脸上肉乎乎的, 倒是比高中那会儿白了点, 便好看了不少。 下面评论也很热闹。 蒋寒, 我真是操了, 你跟沈卷两个逼还让不让人活了? 谈恋爱就谈恋爱, 能不能少他妈发点朋友圈? 李林回复讲函, 南哥追三千年了, 理解一下吧, 激动得心无处安放。 宋志明, 南哥两分钟前刚追到手, 扭头就发了八百条朋友圈, 制造出了一种在一起两个世纪了的假象。 林语精愤怒了, 把手机举到沈卷面前, 我的小棉花糖什么时候被这人骗走了? 沈卷瞥了一眼他手机屏幕, 漫不经心道, 宋志明不是说了吗? 两分钟前, 挑途这事儿就一而再再而三倍打断, 最后林语精放弃了, 怎么挑都觉得不满意, 干脆就要了个和沈卷一样的, 下面的名字换成他的, 就是情侣纹身。 林语精兴致很高地说, 我要大的, 跟你那个一样大的, 比较帅。 他腿上的八在靠近大腿内侧, 近腿跟的位置, 本来想着弄在这儿的时候, 林语精还没觉得什么, 他没多想, 就觉得刚好挡一下八, 也挺好的。 直到准备纹的时候, 直到沈卷拿着东西和纹身机, 走到他面前, 拍拍他的屁股, 脱裤子。 林语精, 做那事儿的时候脱是一会儿事, 现在站在工作室里, 就这么让他脱那是另一回事。 林语精打死也干不出来, 他闭上眼睛, 沈卷很懂他, 垂头, 手指搭在他裤腰上, 慢条丝理地帮他解开, 包下来, 白, 嫩修长的腿, 暴露在空气中。 沈卷抱着他, 让他坐下, 分开他的腿, 趴在他腿间, 带着黑色手套的手按在他腿根。 林语精哆哆嗦嗦嗦地, 沈卷, 怎么了? 沈卷轻声音, 林语精不说话, 他半天没给回应, 沈卷伸手, 只肩轻轻刮蹭着他腿上的疤, 又问, 嗯? 声音里明显是忍着笑的, 林语精清了清嗓子, 努力克制住, 不把他脑袋推开, 敏感地缩了缩, 我觉得这个姿势好像不是那么的太文雅。 沈卷头没抬, 声音低, 哪儿不文雅? 林语精张了张嘴, 耳朵红了。 沈卷低笑了一声, 叹了口气, 不逗你。 他走到客厅, 拽了条灰色的毯子, 盖在他小腹上, 开了机器。 林语精抬手去抓他的手臂, 紧张的人都有点抖。 沈卷亲了亲他的手指, 啪! 我有点儿, 怕疼。 林语精嗓子都发紧。 沈卷抬起眼来, 漆黑的眼睛看着他, 声音低沉温柔, 那咱们不弄了。 林语精舔了下嘴唇, 答案和上次一样, 我不, 我想为了你疼。 沈卷眸色拉暗, 他勾下口罩, 放下手里的纹身机站起身来, 手撑在床边, 轻声吻他。 他们交换了一个温柔绵长的吻, 沈卷额头抵着他额头, 鼻尖蹭了蹭他鼻尖, 唇瓣轻轻碰了碰, 眼眸很深, 那就为了我再疼一次, 最后一次。 沈卷这人有点儿病, 他的东西上, 必须都得留点儿什么, 比如看过的书, 每一本都要写上名字。 是他的, 别人动都不能动。 林雨晶是不一样的, 林雨晶他舍不得碰, 舍不得他疼, 舍不得在他身上留下他的东西, 沈卷觉得他留不留都无所谓, 他是属于他的, 这就够了。 沈卷之前做过一个梦, 他梦见高二那年的自己, 他浑浑噩噩地度过了休学的一整年, 放任自己整个人沉到最深处, 连灵魂都寂静。 然后他遇见了一个人, 姑娘明眸好齿, 长长的睫毛扑闪, 下巴搁在他桌子边上, 眼睛亮亮地看着他。 沈同学, 我觉得同桌之间要相亲相爱。 故事从这里开始, 他的世界有光照进来, 一只纤细柔软的手拉着他, 将他从冰冷黑暗的深海里 一点一点拉出了海面。 他不该属于谁, 他是旧熟。 但是这一刻, 他心里那点占有欲冒出头来, 他想留下点什么, 磕进他骨穴里。 大腿内侧相对来说比较疼, 最开始才扎进去的时候, 痛感其实不太明显, 像是蚂蚁咬着, 细细蜜蜜的, 随着时间推移, 越到后面, 痛感越开始一点一点浮现出来。 沈卷速度很快, 他不舍得弄太大, 全程一句话都没说, 下颗线条紧紧地绷着, 直到最后一下扎下去, 沈卷放下手里的纹身机, 用毛巾轻轻擦过, 长长地吐出一口气。 他手套裹着的手心里全都是汗。 林雨晶坐起身来, 小姑娘疼得眼圈通红, 湿漉漉地, 垂眼去看。 白皙皮肤上, 他刺了六个字母, 沈尼尔, 很漂亮的手写体, 最后一笔微微勾着上条, 一眼就看得出来是他的字。 后边两条简单的线, 勾勒出一条很小的鲸鱼, 看看遮住他的疤, 整个纹身都比他的, 要小上一大圈。 林雨晶看到这个单词的时候愣了愣, 几秒后, 他抬起头来, 笑咪咪看着他, 沈卷, 以后我也属于你了。 他顿了顿, 看着他轻声道, 以后无论我生我死, 我都属于你。 沈卷捏着指尖摘掉手套, 走过去抱住他, 头埋在他颈尖。 好, 他听见自己哑声说, 荒凉白日里, 我被禁锢在尘朽黑白梦境中, 这里乌云蔽日, 寸草不生, 万物都荒芜。 直到你从荒原中走过, 你踏过之处, 世界开始苏醒, 我看见野花压满之头 沿途狂野生长, 白雪滑落树梢寒梅怒放, 我看见龟鸟缠鸣, 烈日骄阳, 我看见白日梦的尽头是你, 从此天光大亮, 你是我全部的渴望与幻想。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